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知道你们接这么多年的契机是吗 拿到那个剧本之后最想拍这个一场戏是什么 你不是说你这个剧本特别想演李然 不是说我特别想演陈迹夏吗 对 因为我特别喜欢李然这个角色 我觉得如果我的世界里有李然这样的男孩 我一定会非常幸福 我觉得陈迹夏挺不容易的 我觉得演起来会非常的立体 很有挑战性 但是就是千千就完成得非常的好 那你们最羡慕李然和陈迹夏身上的一点是什么 李然那么热烈吧 热烈不是你白羊座的特点吗 羡慕陈迹夏的一点 优雅 你再说一遍 优雅 优雅 对 非常优雅 那能不能互评一下对方和角色身上有哪些相似的地方 不像的地方 相似的地方就是说了没 很优雅嘛 那有不像的地方 有有时候孙天有点不优雅 没有没有没有 那些随时都非常优雅 不像的地方我就觉得就是就是孙天可能更好相处吧 辛诚演了李然之后 我已经李然跟辛诚有点分不开了 我觉得他演的特别好 就是融入 你说相似都很相似 不同呢 也没什么不同 我现在分不清辛诚到底是在演还是真实 是这样 演太好了 像教你们在合作之前没有看过对方的影视作品啊 对哪些印象比较深刻 我看过 那个风吹斑下我就看了 看了 你看了他的片段 看了他的片段啊 不然我把整个剧看完了 也看了他拍到很多非常有质感的杂志大片 比如 他就在这扯 还有比如吗 行吧 那就没有 我看了 辛诚老师挺多的 演了那么多有名的剧 那能没看过吗 比如 以家人之名 是你吧 加颂是你吧 大家知道就现代剧拍摄的时候 因为会有很多人围观嘛 就比如说拍戏的时候有人认出了你 就在大街上转唱的时候 这挺好的呀 布勒布挺好的吗 对那这种时候 那这种时候 我们就在旁边说 好 我好喜欢你啊 来 我们能合唱影吗 如果他对你说 老婆好美 就会尴尬 对啊 这不就是现在的形容词吗 我真的是 你看这种都是只是形容词 那怎么 喊你老公你会怎么样 我会很害羞啊 我脸是很容易红的 但其实都是女生喊男生老公 女生会喊女生老婆就 但是也有女生会喊你老婆 喊我老婆 为什么觉得身心很A吗 我A吗你说 还有点吧 就是你又可以很甜又可以很酷的那种 我一般都挺甜 因为这么多年的剧宣广受好评吗 被大家夸在宣传界 这种非常炸裂的存在 那些物料是谁想出来的idea 他们啊 对他们想出来 我们是配合 我没有想到会变成这样 对 我们拍的时候 没有想到会变成这样 那你们会觉得 现在剧宣好戒吗 我觉得我们这个 这么多年的剧宣 确实是很有力了 射死了 我哪家射死了 那片场有没有什么 让人印象深刻的小故事 可以分享一下 就每天拍完戏之后 都要拍抖音 每次都要拉着我们拍 都太生气了 太长了 然后才发现 他这个开播前 一天要发十条抖音 我感觉 后来发现拍的 还有点少了 那因为你们在电影里面 是从校园青春演到 都市成年人的恋爱 就感觉这个跨度很大 然后有没有 积累起来一些默契 没有 没有 确实没有 这我做成 确实没有 我们做了好多 你看又来了 第一个是H1或者B1 喜欢青春校园 还是都市情感剧 我之所以举这首 是因为我这首没法 我应该举手直透 是鼓哦还是线哦 配音还是原声 火锅还是烤肉 做饭还是食物 还是互补的 迪士尼还是环球影 9分以上的口碑剧 还是6分左右的大暴剧 我选7分 又口碑又爆 那我也想 发微博还是发布 那你们朋友圈 他们都发现什么 就是我们微博上 看不到的都是吗 那你建议我分享你的隐私吗 不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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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私 我都是俩想看你耳朵 就是包括那些就是 就是不能说的朋友 这种 我说着没事吧 没有发现 你觉得能说 我就说了 你说 他现在就搞一些气氛 好强 他只能就是这样 他现在刚刚在冷幽默 你知道吗 没有没有 就是春天就喜欢 发现各种奇奇怪怪的照片 发一些那种 自己觉得自己特可爱的那种文字 他微博也这么发 他微博也是那种很有生活气息的 原来你朋友圈 也都把我们当外人 我是把大家都不当外人 我是先发朋友圈 再去发微博 都会同步 基本上 我喜欢发朋友圈 那我相当于看到你的朋友圈 基本上 发朋友圈发的是 一些什么科技上的成功 最新又有的是什么新技术 什么那个 你会给他点赞吗 不会 那他会给你点赞吗 不会 我啥时候没给你点赞 你把话说清楚 会 没有他也给我点赞 我们最近会发电影的东西 那你发电影相传 是怎么号召大家去看的 我跟星辰来了 我发的都是比较甜的文案 他发的都是比较那种 简简易改 他就他比如说 他说我和星辰来的就是来了 对 很多人说就是看脸就被安利到 一定要去看这么多年吗 也有人觉得你们俩都是素颜 比化妆还好看的类型 就想知道你们以后会不会考虑 就素颜出去拍一些影视作品 我们化妆有什么难堪吗 是啊 白花强 这种化妆学 就素颜比较惊艳那种意思 他就是 就是那种 就是剧组派过来的 就一直以后宣传的时候 就不出化妆费了 哈哈哈 行 高庆生不出化妆费 高庆生 你们素颜更好看的 哎 好像是啊 那这是你们的第一部男女主电影 大家都非常期待 这会给你们造成压力吗 我是有压力 这样您 您都这么说了 那陈 挺有压力的其实 听传之前是 就你演的很多电视剧里的角色 都被观众认可吗 大家都说您演技非常好 你会不会就想要 为自己拿下一个表演奖项这样子 虽然嘛 也不能太 在为了什么干什么 就是一演 也好好演就完了 那我看你上次的一个采访嘛 你说之前的选择可能没有那么多 那想知道你现在做选择空间变大了吗 然后接戏的时候 你会优先考虑哪些方面的因素呢 就俩子好看 你不会就是我先去看基本 或者先看角色 或者先去看班底 会考虑 但是通常就比如说一般 肯定是更好的班底的东西 一般会更好看 其实这个还是比较统一的嘛 网友提名你是最会拍短视频的女明星之一吗 能不能分享一下 获得这项荣誉的感想 这还有之一呢 是 还有之一呢 不能就读大吧 没有 我就是随便拍一拍 因为生活里面都很喜欢拍 身边的一些事情啊 东西啊 人啊 就会自己想拍拍然后剪一剪 不然也没地儿发 那你心目中就是跟你一样 最会拍短视频的 有哪些女明星呢 在评论区里都有 像白鹿 余初心什么的 我觉得大家都有各自的风格 不一样 那因为感觉你跟很多美女关系都很好 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出一本 《如何征服娱乐圈美女》这样的书呀 跟美女呢 就是 我喜欢美女 我帅哥关系也挺好 对 较优秀的人总会互相吸引 互相吸引 对 咱们的隐藏任务有没有完成呀 我完成了 我都忘了 你忘了 那你说了 你有猜出来星辰的任务是什么吗 没有 是用不同的语言夸你 你看我眼睛里 是不是见了什么东西 我咋撒娇你说 哎呀 你让我干这个吧 底气特别雄厚的撒娇 哎呀 去吧 4月28号 一定要去电影院看 这么多年